今天還想問一下 怎麼看說郭台銘全書跟王金平見面 然後他說他有辦法說服你達成郭柯佩 還有這個可能性嗎 這個是這樣啦 以前有跟他講說 國民黨的比賽辦法你都不知道 就是參加比賽 當時你的話又講太滿 你說如果你初選沒過 你要支持侯友宜 這種話有圖有真相 都被人家錄下來 現在怎麼辦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我常常說我還是主張政治承信 是就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如果你今天講一大堆 你以前講過這些話 你現在要怎麼轉換 這大問題 郭柯佩有可能嗎 他現在都要先解釋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以前就話講太滿了 現在怎麼辦 那你怎麼看 因為郭台銘那邊是認為說 他滿有機會可以併購柯文哲以及併購民眾黨 然後因為你聽說找不到退選的理由 那這個會成為您退選的理由 沒有啦 我覺得政治上跟商場還是不太一樣 政治不然有在世俗的一面還有在理想的一面 所以這種什麼 你用這種政黨的合作用併購來形容 天啊 我這個一聽大家就嚇到了 他不是用詞不恰當 是嗎 不是啦 他不是用詞不恰當 因為在商場上的確有併購 有那種各種手段 可是政治上還是有他的理想 他不是 在商場上錢是唯一的考量元素 政治上不是啊 那你怎麼看現在就是黃國昌 因為他跟館長要上海道 但是現在連共青團都在幫忙宣傳 現在會覺得就是連黃國昌還有館長 也要被打成中共同路 就是這樣啦 外在 我們還是不可以忽視 你知道 中國大陸 中共對台灣還是有野心 我以前遇到美國告成跟他講 過去70年 中共的意圖都沒有改變 唯一改變是他國力變強 所以是這樣啦 我相信在未來的時間 所以中共國力越來越強 他對談的出招一定越來越多 大家知道就看怎麼應付 那當然這件事情其實對柯P而言 看到郭董在這邊等他 其實他也沒有太驚訝 但對於這個柯文哲主席的一些幕僚來說 的確會覺得有一點點突然 為什麼沒有事先先通知 然後就帶著他的自媒體小組 直接來到現場拍攝喔 話題人物齊聚金門影城黃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活動同場又同框 晚上還一起並肩看海 想不到現在傳出 是郭台銘狂摳海夜襲 讓柯正瑩覺得不被尊重 他有跟你說他跟柯市長是海市山盟嗎 沒有啦 這個要怎麼回答 他就說有還是沒有 人家講什麼話 我沒有不能禁止人家講什麼話 不過這樣啦 柯水處變 那你願意跟他海市山盟嗎 不要再問這種奇怪的題目 那你們昨天聊了什麼 有聊到2024的合作嗎 要怎麼合作 沒有啦 他不會 人家也不會在這種場合 講這種話 不會啦 根據媒體報導 當年郭台銘先是打了無流通電話 要找柯文哲 後來更直接帶著自媒體到柯P的民宿前等人 讓柯正瑩相當驚訝 而兩人同框看海的照片 再度引發外界柯郭P聯想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珍也還原當時的狀況 好 昨天柯文哲主席 他晚上的行程結束之後 那在回去民宿的路上 他就有發現到郭董有幾通的未接來電 所以他就回電給郭董 那郭董就問他說他的民宿在哪邊 有想要來找柯P來聊聊天 那後來就是柯文哲主席 他在回到民宿的時候就發現到 欸 郭董他已經帶著他的自媒體小組的人員 然後已經在民宿那邊在等柯P回來 所以後來呢 郭董他就直接拉著柯P 然後就說那我們就海邊看看海聊聊天這樣子 那其實他們在過程當中 其實沒有聊到太多的一些政治話題 或是什麼合作 他其實主要是郭董他 因為金門離下門是比較近的 所以後來郭董他就有跟柯P來聊聊他 當時在商業投資上面的一些想法還有經歷 那當然這件事情其實對柯P而言 他看到郭董在這邊等他其實他也沒有太驚訝 但他就覺得反正就是朋友來見面聊聊天 但對於這個柯文哲主席的一些幕僚來說 的確會覺得有一點點突然 那甚至覺得欸 怎麼可能沒有事先先通知 然後就帶著他的自媒體小組 直接來到現場來進行拍攝喔 所以的確對於幕僚而言是覺得有一點點差異的 那至於在後續上柯文哲主席還有郭董 還有沒有哪些相關的這個見面的計劃 其實目前是沒有一些規劃的 因為這一群有個愚美對他們就不提 某種程度我就解釋為是禮讓啊 那當然我也不會有 這後面一定我的朋友幫得大忙 estad 知名主持人雲美人四月宣佈 要以五黨籍身份參選 台北市中正萬華區立法委員後 就忙著籤户籍改名字 積極走訪基層 不過日前民眾黨黨主席克文哲 在廣播節目上鬆口,表態支持他 让美人姐大感意外 今天27号她接受中西新闻访问 再度回应 还透露科主席会有这样的反应 应该要感谢的是 背后这一个人 很大的一个支持 对啊 这已经是某种肯定了 那当然她有她现实的因素 她讲说 你这样难求嘛 对 那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也被 或者是我一定做对的什么事情 被她看到 她觉得我是值得这个被支持的 那当然我也不会 这后面一定我的朋友帮我大忙 叫我王珊珊嘛 感谢啊 因为那天我6月18的时候 我是6月18的前三天 我帖子都发出去 我没有发给王珊珊 我不要为难我的朋友 因为他们当时还在 我有听说要提迷人 那这样的话我会为难到我的朋友 我是到前三天我才想说 我不跟他讲好像也不够朋友 我只是说 你要不要 就是我 我常会开幕 你要不要送个花 她说什么送个花 我可以来啊 我说 你方便吗 你们不是要提人了吗 这样 她说我不管 她蛮义气的一个人 对啊 那会不会在竞选的时间 会找客户上来站台一下 目前没有耶 因为 我们什么咖啊 我们什么咖啊 对啊 因为女生是政治室 她当时也是政治室 她可以给人做经验 嗯 到时候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所有的 党主席都来到我站台 哦 那最有没有报复 虽然那是做梦 从政的一点难度 你有被想刚请教吗 有 我想跟高金苏民请教 他怎么准备的 我们不要备战 我们要毕战 台湾人民需要的是和平 他们有没有乱讲话 应该就是有备而来 他们要 Hope 对啊 他们订阅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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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